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争一全剧情娱乐流程第四集 上次呢这个打到雅典的城镇广场 然后接下来下一张呢是雅典的屋顶 这一关难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的 特别是在那个跳柱子的地方 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 好这边继续往前走呢 右边这条路就会被封死 然后又是这个该死的阿尔门 按这个阿尔的门手非常累 这边写着这个雅典的屋顶 然后这里教你反身二段跳 跳到对面的这个青台上 一路向上爬 到这个地方两个宝箱我们就无视了 好然后进这个房间 我们先把这个瓶瓶罐罐破坏一下 然后到这边剧情里面呢 这瓶瓶罐罐就都好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新的兵种 然后这个奄奄一息的士兵呢 就领了便当 这个新兵种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难对付的 好一次出来三个 这个兵种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直接使用投机 但是他经常会钻地 钻地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能防御 不要心急 然后两到三次投机就可以干掉一个 哎 抓不到 好这边这个混合兵种来了 一边是这个弓箭手 然后是这个 钻地的这个怪物 还有一些普通杂兵 我们先优先解决弓箭手 然后下来还会刷一个弓箭手 这个连招还是比较好用的 我们先把弓箭手解决掉 使用一个投机以后呢 按住这个L1加X 然后跳到空中以后 对空中的敌人继续进行打击 好 这边呢 哎 还有一个 跳到空中使用投机 或者是用这个L1加X 都是比较安全的 敌人起身的时候是不能挑空的 然后这边呢 这个木栅栏打开呢 有一个宝箱 里边是这个 石化之眼 这边封印还没有解除 说明还有敌人 好 我们把这个场景 能破坏的东西破坏一下 然后到二楼去 二楼还有不少敌人 而且都是比较难对付的 首先是这个钻地的杂兵 我们争取一套连招干掉一个 哎 落地的时候 被他们砍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废血还是蛮厉害的 好 这边又刷出来一个 练球怪 哎呀 HP一下子就见底了 这个地方呢 不少场景都是可以破坏的 然后破坏里面都会掉绿魂 因为这场战斗 确实是比较有困难 跳到空中 继续追打 好 赶快赶紧躲开 不要摊多 好 这个辣单的敌人 赶紧 批掉 一直跳到空中 继续追击 好 这个只剩下练球怪了 哎呀 后面这个背景当中 Aris走过 大家刚才看见了吗 好 我们开一个宝箱 补一下血 然后继继继续跟这个练球怪 然后继续跟这个练球怪 就要这招 好 出了这个QTE提示呢 就上去 哎 按错了 按错了 好 不要紧 继续抓 四下都按对呢 这个怪物就死了 然后掉出来一些绿魂和大量的红魂 这边又出来一个 不要紧 哎 两次以后就出这个骑士了 可以看到这招威力非常大 OK 轻松解决以后呢 这边封印也就解除了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 还有两个隐藏的宝箱 一个是凤凰羽毛 我们现在总算是收集起六根 然后魔法槽上线增加了 还有一个就是红魂宝箱 好 上级破坏东西 破坏一下 然后赶紧下楼 从这个地方走出去 哎 还毒盘 好 前面这帮人肯定是去 抢着领便当去了 大家看到没有 反正看到亏爷的人都得领便当 这边这个宝箱开一下 然后频频乖乖砸一下 往前走 绿魂 哦 宝箱我们就无视了 然后就到这个地方 这个跳柱子的地方 比较考验人品 对面有很多弓箭手 要是你在跳到空中的时候 被他们射一箭的话 你就挂了 好 这边呢 先到这里来 开这个宝箱 然后跳回去 然后慢慢爬到上层 往右跳一下 然后再往后跳 哎 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人品不行啊 那我们就是帅一下 这个地方非常恶心 我也是打过很多遍 几乎没有一遍是这个一次过的 哎 这个攀爬的时候 可以往上跳 往左右跳 但是不能往下跳 这个比较郁闷 所以说往下攀爬会非常非常慢 哎 趁他们的这个间隔当中呢 爬过去 哎 总算是到了 好 我们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岔路 先往左边走 左边走 这里有一个这个弓弩车 这个我们要把它往前推 一会儿要用 在这个平地上推弓弩车呢 是踢和推差不多快的 然后到这个下坡的时候 就要踢一脚 这样的话 可以省不少时间 这样把它移到这个房间里面 放到一个地上的转盘上 把它放在这个转盘上呢 就可以去先搜刮一下 把门都开一下 这里一共有四扇门 好 这边有一个双色宝箱 我们就留着 这里也是一堆罐子 还剩下最后一门 这个门打开 那里面是有机关的 也是有杂兵 好 我们先抢在杂兵出来之前 搬一下 好 虽然被砍到了 但是不要紧 已经搬过了 好 在这个狭角的空间里面 可以打出比较高的连击数 但是也比较危险 这人刚才想抓我们 赶紧摇摇杆把它挣脱 这个我忍不住了 用一下波赛冬之怒 反正魔法诬陷 搞死你们 这个地方 可以打出比较高的连击数 大家如果觉得比较困难的话 可以到外面去打 然后这边踢的上来 有一个红红宝箱 然后刚才开关是扳过一下了 然后把这个弓箭手移开 弓弩车移开 再去掰一下 这个转盘又会转回来 然后再把这个弓弩车移上去 再去掰一下这个开关 这样的话这个弓弩车呢 就一共是转了180度 这样箭头呢就朝前了 然后再把它移到中间 哎对这个位置 再往前射一箭 就可以把这个木门给打开 好这个弓弩车就算完成 他的使命了 好从这个门进来呢 就是可以获得一个新的神力 叫做宙斯之怒 这个宙斯长得好像跟波赛东差不多 都是老头子 宙斯说你这个随着旅程 也是不断的这个成长了 不过你现在的能力还不够 你需要我的这个 需要我的帮助 你需要我的这个神力 叫做宙斯之力 拿着这个神力去扫清路上的杂兵吧 好这个宙斯之怒作为 宙斯作为这个奥林匹斯之父 他的这个神力非常烂的 好宙斯说你以奥林匹斯的名义 继续前进吧 然后这里获得一个奖杯 宙斯之怒其实是最没用的一个神力了 这四大神力当中 只能清一些这个远程的弓箭手 好这个门打开呢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断桥的地方 然后我们把楼上的那些这个杂兵 用新获得的神力清掉 一般弓箭手呢两件一个 然后这边清掉以后 右边的封印就解开 进去还有不少好东西 可以搜刮一下 好这个蓝魂宝箱呢 我们就无视了 游戏当中射击的呢 是给刚才你用掉的这个神力 恢复一下 不过我们现在是魔法无限 这个罐子就是打不到 然后这边都搜刮干净了呢 右边好像还有东西 是两个桶 然后就回到这个分岔路口 往前走 然后这里有一个存档点 我们可以先无视它 这里的雕像也是可以打坏的 然后从这个梯子上方顶 让这里有这个米诺牛 哎没抓到 好两个投机解决 这个鸟呢 用这个投机解决 固然是非常快 不过用投机解决 是没有红魂的 所以我们为了 今后的旅程 还是多赚一点 红魂比较好 打的时候 当心不要被他们搞下去 哎鸟非常非常多 再走到这个地方 哎按错了 按错了 用这个宙斯之怒 把对面的空间手清一下 注意站在左边一点 要不然会瞄准那边平台上的牛 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审理非常废 一开始用的时候 还没有无敌时间 好看看清得差不多了 那就这个 哎好像还有一个 安全使剑回去再这个清一下 哎往事瞄不到 那我们不管了 前走 好看到了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弓箭手 然后这边有这个非常多的宝箱 一共是三个红魂和两个双色宝箱 双色宝箱一个给你补绿魂 一个补蓝魂 它都是安排好的 直到你这个过来的时候 肯定是宙斯之怒 用的差不多了 蓝魂 好那个我们就无视了 哎转过来 这个帽子比较难转 好了 这边还有牛 这种拿大刀的牛是最低级的牛 好三个头级 哎 每次最后一下都被他防住 非常郁闷 啊总算死了 跳空没有成功 再来一次 哎 勇士没有成功 可以解决 然后从这边走 跑到对面 然后这里 看看没有东西 好像没有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先不去触发巨型 往这边走一走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木板 踢他一脚 顺着这个木板呢 就会走回到一开始的那个屋顶 也就是爬击的上来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记得右边有个地方忘记去了 来对就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梯子 爬上去以后呢 有这个宝箱 好一个石化之眼 我们马上HP上限可以增加第二次了 双色宝箱就无视了 再从这个地方回来 去触发巨型 Kratos说 我要从这边过来 你把那个开关放开 让这个桥降下来 这个胆小鬼说 这个我把桥放下来 那些怪物就会过来了 他不敢 Kratos说懦夫 然后我们就要用新的神力 把这个人给干掉 这样的话 这个扳手呢 就自动扳到左边去了 这个桥也就升起来 好然后走进这个房间 有两个宝箱 一个呢 是这个疯狂羽毛 而另一个就是石化石眼 OK我们的这个HP上限 又会增加第二次 好又是这种怪物 好利用这个扶空追击法 死了一个 我发现这个连招会比较管用一点 先是这个投机抓他一下 然后按住跳 这个跳通以后呢 按一下L1加X 用一套连招 然后再抓他一下 就可以一轮攻击干掉一个 是比较高效 安全的打法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哎哎呀 这个有人干扰 哎呦成功 而且这个投机的时候是无敌的 可以按错了 哎方向没有转队 好直接干掉 还有一个 哎好像空中抓这个东西比较讲节奏 不过没关系 空中要是没抓到呢 地面抓一下他也挂了 好这两个宝枪都开一下 都是红昏 这个雕像不要忘记破坏 哎 好我们站到中间这个地方 然后坐着这个升降梯回来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哎 就是这个雅典成转狂场的楼顶上 然后对面看到了先知 这个先知说谢天谢地 你总算来了 结果被抓走了 他说 Kratos 你必须要找到我 雅典的命运就看这一次了 好这边这个走这个横梁掉下去也无所谓 旁边有梯子可以马上上来 这个地方我其实想扒一下这个边 但是没有成功 那不要紧 再来一次 先往外跳一下 然后再往里跳一下拔住边 二段跳没有成功 再来一次 这个地方一定要 拔住这个右边的边 因为右边有三个宝箱 再跳低一点 哎好 总算是成功了 不容易 然后移到最 最角落的地方 反身跳 就可以跳到这个平台上 这里的三个宝箱 还是要开一下的 一个是石化之眼 一个呢是凤凰羽毛 还有一个就是红红宝箱 好我们再上一次梯子 接下来的旅程呢 就是去这个先知神庙救这个先知 然后他会告诉我们打败 Rais的方法 好 乘个挡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 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看 谢谢 再见